今天起 所有女员工不准穿短裙 我去化妆 跟上 你真知道现在几点了 8点55 离上班还有5分钟 我应该没迟到 以后不准穿短裙 不准化妆 违则 罚款1000 公司规定你说改就改 你刚还没多久不知道 他是关系户 别多给他 然后就给我把衣服换了 这是我调到总部的好机会 最近江湾叫得也太厉害了 这也太用意过猛了吧 你们把这个说好交给我 好的 安娜姐 总部的陈总 你在会去等您了 陈总 我是品牌部的林安娜 小林啊 我知道你 哎呀 陈总 您真辛苦 我给您按按 成何记者 去把你们品牌部的 年度规划叫上来 出去 我们品牌部 要给新的年度规划 你来负责 任何人不许帮忙 我看林主管就是极度碾 故意掉的 他促进没有放 成天美食不离手 就把自己当都市 有些人 天使爱做空冲价位 不过 这里面放的是 咀咀咀感冒脸 最近天气降温 让我今天不小心感冒了 保持风的温度 就靠它了 让那个玄严镜 受罪去吧 谁让你只是个小员工 功劳 只能是我的 以上就是我们品牌的 年度规划 不错 思路清晰 是谁做的 陈总 是我做的 陈总 安娜可说我们分公司人才 林主管 你确定这份规划是你做的吗 当然 是吗 我这可有你偷我方案的证据 我还是太偷的 怎么回家 陈总 你个小员工 这有什么能力 还有公司的监控 一定是AI合成的 什么都可以给人 你都傻子了 赶紧把这个人开除了 开除我 你有这个权利吗 救救 好了 你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理理事 陈总 你小员工不懂事 小员工 这是我们总部派来视察正在的 徐特助 除了董事长以外 喜欢最高负责人 就你们这个爱抢功 以权谋私的风气 难怪分布人员流失严重 你一直下滑 谁在做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马上把他给开了 不止他 你也一起本蛋 先来男友家 来啦 你饭做好了吗 这就去 妈妈小心干啊 你都多久没回家了 我仿佛回到了大清 这虾就你一个人吃 没点眼力线呢 赶紧都给大家剥好 你没说吗 我自己剥啊 我 这嘴巴真够厉害的 哪个男人能管得了你啊 怎么说话呢 还剩几道菜 马上好 看见卖老二 找老婆就得找这样 这东西 你是放了多少盐呀 要咸死我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重做 陈珠青 怎么事 我饭门都不关 油烟全进来了 这就关 你是男人吗 老婆心里喝半天菜 你去关心的话都没有 他热得满头汗 你还让我关门 你怎么事 我媳妇 我爱怎么管怎么管 可你有什么关系 你干嘛 我们周家的女人 天生就是伺候男人的 嫁给我们周家 就得说我们周家的规矩 不管什么件事 我照顾我老公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嫁进这个家 就是为了伺候人的 你除了什么 除了胡子拉插 还要扣脚吗 是 是 是女人屏高 小人了不起 你不也找了个妈宝男吗 你知不知道做家庭主持多难 早上七点起来就给他孕衣过 起来 还有你的胡卡叫 还有他这些扣褒子 我要你摄一摄小鼠 你 还是没手还是没脚 说白了还不是你一厂情愿 你就不能醒醒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女人在家重复 生假重复 你妈妈是不是也这么过来的 我今天就打死了你 免得给我们女人丢脸 你敢打我 不是不是迟速的 够了 黑肃请我告诉我 没有你我照样保护 我不信 你本是把这东西里签了 吃不去 你本来就没办法 终于理了 对了 根据协议采厂给我 你这是故意的 啊 都说结婚前一定要去男方家看一眼 幸好现在跟你分手也不晚 东西再生 喝酒去 走 这就是全部了 你真的没藏私房钱 行 晚上你妈来 带点菜回来 站住 好啊 这么会藏私房钱 看我怎么收拾你 工作那么累 让你做家务还委屈你了 天天吃我的喝我的 还要钱买这买那 不想在这个家带 你就给我滚 咱且 怎么跟我说话呢 他平时就是不愿意给你说话的 哎妈 我没有啊 别打我 你这样对他太过分了妈 我真的没有啊 妈你都出汗了 要不去洗个脸休息一下 你这是闹哪出啊 单亲我用下你的糊糊皮 不行 哇 许三奇 我妈对你这么好 有污浮品 都不想让他用 白天 啊 其实这里面装的都是自来水 我的污浮品早就用完了 也不敢卖新的 最近冬天 皮肤都变差了 哎 白天呢 这我好不认啊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知道吧 我早有准备 你不是没藏四方钱吗 老白钱买这些 半天 八个在这儿 妈 你看到了吧 他四方钱都叫出来吧 你们 你们说都好了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别找了 都在这儿啊 我的钱啊 走我们去逛街 我第一次去男友家 你家也太小了吧 他那你干嘛 给我换钱啊 哦哦 给我倒杯水去 好 他这什么意思啊 第一次上门 空水 人这么没礼貌 当初甜甜第一次来 可是送了好多东西 妈 我和甜甜都分手了 你还急着干什么 别让三七听见 再来了 我只吃格林兰岛空运来的下 这什么呀 我腥味 这蔬菜也不是有机的呀 嗯 这么咸 果然 确实就喜欢重口味 算了 去给我做分佛跳墙吧 我菜的时候不帮忙 还咸着咸呢 有的食度不错了 这不如周顺的钱 女友甜甜 第一次来就做了一只的菜 都没说什么 妈 甜甜甜甜甜的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你嫌弃人 那个农村的比我分手 现在要总结他干什么 周顺 我想喝手磨咖啡 让你亲手磨的 好 马上去 你跟周顺谈恋爱 不照顾他也就算了 怎么什么都喜欢他 你自己没手吗 我出门有司机 在家有保姆 一个饭钱都顶得上周顺 一个月工资 你们干什么条件 想让我伺候你 你 啊 全人吃鸡蛋不是很正常吗 你现在就负不了了 以后结婚了可怎么办 阿姨 要不是周顺有上电信 就你们家这条件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别多了便宜还买乖 再说了 是你儿子结婚 又不是你结婚 别不承认你们结婚 你现在要你干嘛 你现在要你干嘛 你现在要我活的一天 你就别想进我家 打你个滚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阿姨腰不舒服 就买了按摩仪 打算送给阿姨 快吃 他就是周顺的前女友甜甜 我唯一认定的儿媳妇 原来是前女友啊 周顺可是答应了我 结婚后去香港正居的 我在香港有车有房 他们给周顺什么 还想拐死我儿子 你想的没 哎 妈 现在立刻 你们去领证 你 愣的干嘛 还不快去 你别后悔 过来吧 三纪你戏得真好 你跟他妈妈一直不喜欢我 你就帮帮我吧 哎行吗 突然就恋爱闹 就这一次啊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我都要了 开开 好的女士 真是败嫁 哎妈 当你谈了个富二代男友 但他的妈妈就不喜欢你 周顺 我配这个包可以吗 嗯 不行 还厚重 这么费心是搭配干嘛 哎呀你不懂 虚荣 说吧 给你多少钱肯离开我儿子 嗯 五十万 五百万 你果然败金又是 我这家会投资眼光好 女士 您的兵没事 等一下 这是我点的 给他上面热牛奶 好的 真没教养 周琪说你胃不好又容易失眠 我可不是关心你 别以为这样我就看得上 我照样叫周琪和你分手 妈 阿姨好 阿姨好 儿子 她是谁呀 这是我朋友倩倩 刚从国外回来 我们一起吃饭 你带个小姑娘呢 不合适吧 没事的嘛 三七不会介意的 对吧三七 周琪哥哥 要是我没出国的话 现在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了吧 哎呀 我这样说 三七姐姐不会生气吧 你说了这么多不口渴吗 博物员来杯茶 你要经典绿茶还是西湖龙井绿茶 对了阿姨 这是我从法国给您带的礼物 哎呦 这个太贵重了 我可不敢要 阿姨 我听周琪说 您最近走时唠叨自己年纪大了 皮饭成没光泽 特意给你挑了这套玉米纺的美白淡门套装 呦 这个年代了还有人用果货品牌 你呦 这个年代了还有人从老从洋没外啊 周琪哥哥你吃我给你切好的牛排 切的还不错 要不你把所有人的牛排都切一下吧 妈 这件事客人 我能这么喜欢他 没关系的周琪哥哥 来你吃我的 谢谢哥哥 我去趟厕所 周琪哥哥 三七姐姐不会生气了吧 你偏倒我哥哥哥哥的 你是母亲要下蛋吗 妈 你不会要认输了吧 您不就是想让我跟周琪分手吗 这个臭小子 说人不清 我儿媳妇怎么可能是那种又败金又虚荣的人呢 您不是也说我虚荣又败金 其实我知道你不是 你那些首饰都是给我们长辈买的见面 周阿姨不喜欢太俗气的 把这个丝巾给她 搭配服装是怕丢了我儿子的面子 哎呀 我不想让长辈觉得我穿着失忆嘛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我早就认定你是我的儿媳妇了 走 我不给你撑腰去 哎 来来了 周琪哥哥 来 我喂你 你在干嘛 哎 妈 媳妇走媳妇走 啊你还护着 从今天起 你就不是我儿子了 走 妈去给你介绍更好的 哎妈 185 上市集团CEO 我闺蜜家的儿子 他妈一直不喜欢我 你就帮帮我吧 我帮忙吧 哎 真服了你们这些恋爱脑了 就一次 耶 开始 啊